歡迎我們的 智希 大家好 智希 新朋友 對 紫衣哥教我非常的多 謝謝紫衣哥 他都教我們好多喔 因為剛來的時候其實蠻擔心 就想說 哇 會不會跟大家不熟 結果我跟他演的第一場戲 好像我們認識十年一樣 哇 他真的狂跟我聊天耶 我嚇到 我想說 哇 這個人好好聊喔 然後瞬間就打開了我的心房 所以那一場戲還蠻開心的 因為我第一場戲 我就要把我的腳放在他的臉上 赤裸裸的腳喔 然後放在他的嘴唇的裡面 有沒有先醒呢 我也用獅子巾擦一下 沒想到你第一天來就來調教我 對 然後他 他反而是沒有 他很大方的接受 但我一直在撿腳 因為我的人生就是拍 親熱戲或床戲 我都覺得還可以 但唯獨是親我的腳 我不行 你都是這樣把 只有他可以親 對 然後這個角色就是有 我覺得跟我 有一點點像 因為我的人生也是遇過蠻多的 有一點點靈異的時間 哇 對 看一個喜悅的快道 我可以說 我曾經 在新加坡的時候 住在一個 它像是青年背包客的那種綠色 然後我住的時候發現 大家都不在 只有一個人睡覺 然後有人在我耳邊打籃球 打籃球是什麼意思啊 就是拍球生在我耳邊 就越聽越近越靠近 我就醒來發現沒有人 就想說誰在運球 會不會是樓上 因為有一次我就搭那個 因為那個電梯是要BB卡的 我就逼 然後我住八樓 就那電梯八樓沒有停開 到九樓了 一打開九樓是廢墟 就嚇死我又趕快關起來 然後再回到一樓 再按八樓 我又去九樓 然後打開又是廢墟 那最後他有怎麼樣嗎 我就連夜 那我就連夜笨 就是離開 我覺得太可怕了 就是還蠻常這種事情 不可能 發生奇怪的事情 我都會安慰自己說 這是幻覺 你腳放在我臉上 說是幻覺 這以前都是幻覺 腳放在我臉上說幻覺 沒有腳 沒有腳 那是手 那是手 只是手有點汗味 你不會確定 這邊 我 是 這邊 你 我 我們 我們 著 athletic 他 這 一個 都是